58.香港相報 金磚銀行開業新興經濟體營利好 2015年7月22日國際時事A24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昨日在上海舉行開業儀式 這是除亞投行外 多邊開發機構的有一後喜之壽 將為金磚五國乃至發展中國家經濟增添成色 金磚銀行旨在為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 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及可持續發展項目提供資金 今年7月 金磚銀行在莫斯科召開首次理事會 宣布正式成立首任行長位來自印度的卡馬特 根據工作流程 金磚銀行最早將於今年年底投入運營 優先速進成員國基建項目在當前金磚五國經濟增速整體放緩 分發態勢佔明背景下 金磚銀行的成立模擬是一目兩色 據IMF 預測 今年中國、印度和南非的經濟增速分別為6.8% 7.5%和2% 俄羅斯和巴西則將出現負增長 增幅分別為負3.8%和負1% 在此情況下 通過投資基礎設施來尋找新增長點的 重要性日益凸顯 金磚銀行成立後 將優先通過速進成員國基礎設施發展的項目 有利於金磚國家深化合作 彌補基礎設施軟勒 提贊經濟增長 金磚國家概念創始人 美國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此前表示 金磚銀行的誕生可有效驅散外界對金磚國家經濟的懷疑 據世界銀行數據 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 每年面臨1萬億至1.5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 如此巨大的需求院非現有多邊開發機構所能滿足 細行行長金磚坦然 禁尊銀行加入不斷擴大的多邊開發機構隊伍 對減少貧困 促進共享泛榮來說至關重要 對接一帶一路實現互聯互通中國財政部部長劉繼偉表示 作為現有全球和區域金融機構的補充 金磚銀行將增強國家發展融資的集體力量 更好地推動全球特別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中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學者任林指出 如果能借基礎設施投資等方式 將金磚合作於一帶一路建設對接 將有助於推動金磚國家及完善國家的互聯互通 謀求新經濟增長動力 使金磚銀行的紅利為及更廣泛地區 作為東道國 中國以為保障金磚銀行順利 高校籌建造了大量準備 劉繼偉表示 金磚銀行成立後 在首任管理層的領導下 將主要圍繞銀行的啓動運營開展工作 包括與中國政府簽訂東道國協議等 中方將與首任管理層緊密協作 繼續提供支持和便利 推動銀行如期投入運營 進入運營 在後期投入運營漫堡